那麼這個功法 正常是一套動作做七遍 嚴老先生告訴我們說 前三遍叫自我診斷 後四遍叫自我治療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做這個一斤筋 如果某一個動作你做不下來 說明你對應的那根筋 筋堵了 不通了 然後這就叫自我診斷 然後你一天再打四遍 就可以達到自我治療的作用 就是我個人來講 就有這麼個情況 我在跟嚴老師學之前 我這個肩膀就突然間 就是這個後背這塊就過不去了 就過不著了 然後呢我也沒來得及去治療 因為太著急要出發就去了 結果到了上海以後跟老師學 學的時候有好幾個動作做不了 就夠做不到位 我知道這個堵了 堵了幾晚八晚 我就每天再去跟老師去做 不知不覺當中 二十多天我這胳膊神奇的就好了 好 每天只要二十幾分鐘的練習 就可以讓你養出一副好筋骨 大家一起練起來 王老師網上流傳這些 緩解腿抽筋的快速法 你給咱們便一便是真是假吧 好的 就是有網友這麼說的 說腿抽筋的時候啊 就持續剁 持續剁 就一直這麼剁腳 就可以緩解腿抽筋 就哪條腿抽筋就剁哪隻腳 哎呀 這是缺乏運動嘛 這說法怎麼感覺聽這麼不靠譜呢 你說就這麼 讓我想起一句名言來 你剁你也麻 誰剁誰麻 嗯 這個肯定是不對的 這個靜脈 在腿這個靜脈循環不好的時候 對剁腳啊可以促進這個循環 所以呢對於靜脈循環不好 剁腳還有點用 但是對於這個肌肉腿抽筋啊 這個肌肉靜腕 剁腳沒有緩解作用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啊 不靠譜 還有網友還說呢 說這個腿抽筋的時候吧 你把腿伸直 翹起腳板 可迅速緩解疼痛 這方法我試過 好試過 好試 嗯 是這樣的啊 你們倆這個可說對了啊 你們回憶一下 想一想我們看那個比賽的時候 運動員尤其主手比賽 運動員跑一跑 突然間腿抽筋他怎麼做的 掰腳 對 就是這個動作啊 這個躺在草地上 對 隊友上去幫他議員 然後把他這個腿 首先第一個動作腿伸直 然後第二個動作足背伸 就是足背伸 然後壓著這個大腳 一會兒這個就好了 一段時間就解禁了 啊 所以呢 記著 在腿抽筋的時候要做什麼呢 就是 直腿背伸 但是你大家注意啊 如果說你這個 你這麼掰了有一分鐘的時間 它還不緩解 你就別一直這麼掰了啊 一定呢要放鬆一下 防止造成這個肌肉和肌腱那種拉傷 所以呢 你就讓它緩一緩 然後呢再做一遍 通常來講 這個兩次也就基本都過來了 老師這個網上還有一種說法 說這個腿抽筋的說法 你就用這個腳尖使勁踩低 腳跟抬起來 這就能迅速地緩解這個疼痛了 你們想一下啊 這個隊伏隊阿姿 是不是做反了呀 你本來這個肌肉就靜完 然後你在腳尖再抬腳後跟 那肌肉是不是更稠稠了 這動物還不一定能做得起啦 是 而且這個是做反了 這肯定是不對的 好 謝謝王老師的分享啊 健康知識多收藏 養生之路不迷茫 此時此刻請您拿出手機 這回呢幹嘛 進入我們拍照時刻吧